我们PT食为仙平时都是主要介绍放题、自助餐 不过跟家人吃饭,好像都是中菜应该胖胃口一点 这间新派中菜本身是土瓜环营业的 今次就去屯门市广场新开的分店 一行路的人都试了多少菜式 保证是自费,有那句说那句 想知餐厅吃不吃得过呢,就记得看下去啦 大家好,我是泰利 周围下午5点半都未真正入黑 已经有人等着入这间聚聚吃晚餐了 屯门虽然多人,但都住小餐厅是旺场旺得这么夸张的 我们六个人怕没位,就预先订桌 餐厅说明只可以坐两个小时而已 而且只可以选5点半或者8点入座 但一明是想多做几轮生意啦,都明白的 来这里有个原因的 家人有几张现金券在手上用了它 我们上CALS找到,有人放一张10元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买,看下去就知道为什么啦 里面装修和近年的新冰室类似的 有个模仿霓虹灯的装饰 白酥酥的云石桌 黄酮色做点缀 已经看到有些审美疲劳了 盐菜单花多眼乱,可以选这几个套餐 但如果想用现金券就要计原价 所以我们都是散爱算啦 焦糖菠萝咕噜肉138元 138元不知大家期望的份量有多少啦 但都没理由只有7块还是8块吧 那除开一块就要10多元 幸好汁不错的,不会太酸,外皮够脆 菠萝分开上是凍的 应该只是用火窗稍微直消过表面 但就做不到菜式名焦糖化的效果啦 上次永八坊的中菜放提咕噜肉呢 比较适合我心水,够脆又够甜 而且是任吃喔 现在138元得这个份量呢 心里真的不太平衡啦 8香金柚香肉,78元 原来香肉呢,真是带子 是一道冷盘来的 它是将带子起箱飞,再反转摆 下面收起一些柚子肉 如果你的口够大呢,可以连在一起吃的 带子肉真是不错的 应该不是完全生,有稍微却过的 但海鲜的甜味就比较弱些 味道主要是来自8香果酱汁的果味和甜味 这个价都收货的 始终带子都几大粒,做法小见 王牌鱼甲,48元一只 价钱算是相宜,所以我们都叫了三只 斩开之前,侍应会先上桌给你过目 不是一早做好,它都冷了 也都没炸到炒皮,炸到肉收缩了 吃辣调味几香的,不会吃到雪味 这个价算是几满意的啦 之后就试了两款经典菜式的创新版本 土豪雪卡春卷是58元 雪卡造型的春卷呢,近期很多餐厅都有做 哪个发明就真的无从考究了 不过未必每间餐厅都会做全套的 这里有个烟灰缸 配上一张椒子 还有一些朱古力碎去扮烟灰 其实醉醉花了很多心思去做打卡位 咕噜肉的菠萝分开上 乳甲有一个脚巢 如果想打卡一定不会失望的 不过对我们来说 打卡就是bonus 食物质素才是最重要的 根据我浅薄的物理知识 物体应该是以球体形状 向四周膨胀的 看一下这个环节面 外形是圆形 但是馅是四方形的 这就说明馅太硬太实,没有弹性 质素像是平时那些 在超市买到最便宜的打边炉虾胶 脆皮鱼香茄子是68元 这个鱼香茄子的再想象版本 将肉酱分开上 而六件茄子就要沾了炸漿去油炸的 你说创新就不算是很创新的了 天婦罗茄子大家都吃过 那有没有令到叠菜好吃了呢? 现在像是将两样东西弹放在一起 炸茄子不如配上椒盐 配上天婦罗汁就更好吃了 其实我是想吃传统的鱼香茄子多些 茄子和肉酱应该融为一体 唯一要赞就是茄子不会会油 放了一会儿还是脆的 酥炸海苔桶蠔 为什么又是用雀巢盛住呢? 这个是蠔来的不是乳鸽 不会飞的 它还配了一碟酱的 不知道是不是很矜贵 比这么少的 还看到底子的 最大问题是份量 大家觉得这碟送了多少钱呢? 是188元 看到这个价钱 我就预期是美国桶蠔很大那些 谁知道来到六只金银的蠔仔 炸漿有似微炸透 还是一些生面团来的 看起来碟底 还有一些蠔汁 还没收干水分 怪不得不够脆 吃到这一刻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一般 搞花神 但没有提升到味道 反而最传统最简单的菜 就是最好吃 好像这个焦麻鲜菌比翠苗 78元 底子依然是一般的蠔油汁 不辣的 但加了一些麻的感觉 是挺有趣的 肝扁肉松四季豆 88元 四季豆够香口 辟酒洗草青味 现在的潮流就是这样运作 有打卡位 那些人才会拍照 摆上IG 踢上你的餐厅 帮你免费宣传 例如以下这个火焰菠萨炒饭 就是完全没打卡而设 拍片不是太拍到 现场就会看到那些火焰 比起火焰雪山 火焰醉鸭 火焰什么 那些 它们落酒会香气四日 这里是烧过菠萨的外皮 其实就没任何意义 真是纯粹事故上好玩 它是挖空菠萨 不是将菠萨汤一半 装到饭量并不多 材料有脆肉瓜 蛋 菠萨粒 海鲜代表就是 魷魚 带子和蜆 大约每两斤 就会有一粒小海鲜 质素就一般 如果是茶餐厅吃到 会满意 128元就... 因为现金券满250元 才用到一张50元 所以就加单叫多两份甜品 这个是最甜三小碟 58元 之前所有彩色都靓靓仔仔 这碟突然放弃了摆盘 歪来歪斜的 这杯热饮 相信是蛋白杏仁茶 我自己是没有试到的 不过我爸妈都吃不出是什么味 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 依然是觉得好吃的 好神奇 桂花糕有超大量的桂花 炸汤圆里面有芝麻馅的 外面有椰丝 还有芝麻 又甜又脆的 朱古力心太远 半洋芝金露 38元 不明白为什么 他要把两件不关事的甜品 放在一起 是不是与我拌在一起吃的呢 给大家看一个大小 这碟是一部iPhone那么长的 心太远已经穿了少少的 不过里面仍然做到流质 洋芝金露就太稀了 不够稠 和喝一杯芒果汁没什么分别 我们用了4张现金券 减了200元 最后埋单是1036元 打算用完现金券 谁知道他又派一大档给我们 原来是屯门分店的开幕优惠 每满100元就会送50元现金券 所以今餐送了10张给我们 但每张现金券要消费250元才用到 即是说每用一张券 就会变成两张券 用两张券就会变成四张券 这样派发 那不是每个屯门街坊都有打在手吗 所以它用menu其实是每样菜式 都标贵了大约20% 它根本不怕你用现金券 最好你就多点来光顺 真是神级营销技巧 捕捉到人类用得不浪费的心理 不过我自己就未必会再光顺了 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兴趣呢 今天介绍到这里 喜欢这条影片的 就记得订阅、赞好、留言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